好 最新消息来看到台北地检署侦办李宗睿偷拍案 经过了北检上个月起诉后呢 今天是李宗睿第一次开庭 向状况联系的记者吴宇轩 宇轩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富少李宗睿呢 在今天是第一次来开庭 经过四个月的积压 他的身形呢是相当的销售 而且呢和以前富少的样子情况是差非常的多 那么由于呢这个整起案件呢 是涉嫌了有60名以上的女子呢是被害 所以呢整起的这个停棋呢 是没有公开的审理 以秘密的审理来进行 所以没有任何人呢可以进去来旁听 那不过呢检方呢依照加重强制性交队 等四十五罪起诉的李宗睿 今天第一次开庭 不晓得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随时为您掌握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最近情形直播 好的 现在宇轩来看到经过北检上个月起诉之后呢 今天是李宗睿第一次开庭